第一先从义 义就是我们生活之中最时常用的义 我们义不要用 我们用妙观察制 六指就讲说妙观察制见辉功 见到辉有为功用 既然是辉有为就是无为 那无为就是佛性分体 所以妙观察制就可以见到佛性本体 妙观察制 所以又叫做始节制 开始节目的智慧 开始节目的始节制 然后我们来关照佛性本体 叫做本觉仪 本觉就是佛性本体 它实际离体的比 那我们用始节制来关照本觉理 然后何以大觉 何成究竟觉 究竟觉就是佛的口味 那大觉就是我们佛性 已经充塞整个宇宙虚空 所以我们从妙观察制入手 这样各位会了吗 从妙观察制 就是不要用智慧 不要用我们的意识 那个第六个意识 我们用意识都是我们持观很强的 那个自我意识 那个是实意生命的 那我不要用 我们用妙观察 就是来观察 环城的所有现象 所有事情都是因你忌讳才呈现 眼忌则生眼善就美 都不实战 虚幻不实战 这个叫做妙观察制 那我们有这个智慧了 知道环城的万象万事 都是假的 那既然都是假的 我们就不住相 就已经可以离相 离相了以后 就可以进入 我们不生不妹的佛性本体了 我们之所以没办法进入 就是住相 各位住不住相 自不住相 看到好的形象 喜不喜欢看 喜欢看 看到不好的赶快避胎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习惯性 那佛性里面没有 没有这一些喜欢讨厌 所以没有昏悲心 我们的佛性里面 没有昏悲心 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 从真理来了解说 为什么可以 没有昏悲心 就是因为走路 不生不妹的佛性本体 所以可以 没有昏悲心 只要到达没有昏悲心 就成佛了 那我们要入手 就是要观照 凡尘的万象万事 怎么来的 怎么形成的 都是因缘济慰 演济则生美 演善就妹 这一些都虚幻不实在 那我们在虚幻不实在的形象上面 不要住 不是说把它妹掉 不用妹 只要不住就可以 不住向就可以 我们一离向了 我们就可以 走入佛性本体 就很离向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还是要自己努力 所以从第六的意识 转成妙观察器 这样知道了吗